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婆为何男闺蜜在一起,设计车祸,试图让我惨死,可他们不知道,其实我早有准备,婚礼上我这样做,让所有人傻眼。 为了能和素梅结婚,我辞掉了国企的工作,来到了她的城市生活。 素梅想做生意,我就省吃俭用,为她开店,即便赔得血本无归,我也毫无怨言。 她把男闺蜜带到家里来吃饭,我也热情招待,绝无怀疑的心。 直到那天,儿子意外受伤,我去给她输血。 结果,医生告诉我,我的血型和儿子不符合。 我看着长得越来越像男闺蜜的儿子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我开着车,想去质问素梅,这是怎么回事? 半路上突然杀出一辆大挂车,让我陷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有你这样的老公,真是我倒霉,兜里连个二百块钱都没有,你怎么不替那好人死了呢? 一阵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睁开心红的眼睛,有些讶异地看向素梅,她怎么这么年轻了? 皮肤嫩白,仿佛随时能掐出一包水。 我再看向四周,奇怪,我不是被车撞了吗? 怎么还在家里,没去医院? 难不成是我重生了?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跟你说话呢? 你要是活不起,就赶紧找绳子吊死得了。 素梅的声音再次响起,这让我无比肯定,自己就是重生了。 我苦笑着从床上坐了起来,不但重活一次,还回到了噩梦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工作一万五,每分每笔都交给了素梅。 可现在,我管她要二百块钱,她竟然这般羞辱我。 男闺蜜陆瑶坐在一旁扣着牙花子,她幸灾乐祸地望着我,然后对素梅说,你也不能这么说贺丰,人都有自己的命,穷就是她的命,这辈子都这样了,改不了。 你算是说对了,贺丰这个人就是穷命,不像我,算命地说我是富贵命,让我远离穷命,免得被克了。 陆瑶和小舅子小素同时发出了哈哈哈哈的嘲笑。 我恶狠狠地攥紧拳头,恨不得一拳挥过去,把他们脑袋劈开。 他妈的,老子一个月一万块钱,交上去。 素梅把这些钱全都给了男闺蜜,让她做生意创业,还逼我卖了车给小舅子结婚用。 现在反倒嘲笑,我是穷命。 上辈子,我就活在这样的羞辱和嘲讽之中。 这辈子,说什么也不可能再忍了。 我冷笑一声,然后坐在了小舅子旁边。 你和莉莉马上要订婚了,是不是得给莉莉买个礼物啥的? 小素一下来精神了,眼巴巴望着我。 怎么?你要给我拿钱?他还给你拿钱,他连二百块钱都拿不出来,怎么给你钱? 陆瑶都快笑被过气去了。 我死死盯着陆瑶,然后搂住小素的肩膀。 我的钱啊,都在你陆哥那儿,一会让你陆哥给你拿两万,买个钻戒,结婚不能没有钻戒的。 你说是不是?素梅冲上来,狠狠地敲了我脑袋一下。 你胡说什么?你的钱怎么会在陆瑶呢?你是不是穷疯了? 怎么不在?你没少把我的钱给他吧?你特么放屁。 我抱着膀子,一脸无辜地看着素梅,给梅给查一下银行流水就知道了,你不会不想给小素花这个钱吧? 小素疼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盯着素梅问,你什么意思?不想让你弟弟我结婚了?赶紧拿钱。 最后,是素梅掏了一万块钱给弟弟,小素这才心满意足地去找女朋友了。 他前脚刚走,后脚老丈人老庞就来了我家。 老庞叼着一支烟,很厌恶地把我推到了一边,然后热情地坐在了陆瑶旁边。 陆啊,书上一次跟你说,想把贺峰安排到你的工厂上班,这是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陆瑶拖着腮帮子,故作深思熟虑。 我看着他那深思熟虑的脸,就感觉反胃。 上一世,他和我老丈人把我骗到那黑厂打工,工资一分没给我,所有钱都留到了老庞的腰包。 我差一点就死在了黑厂里。 我想,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陆瑶和素梅搞到了一起,有了孩子。 行,书既然你开口了,我就让贺峰到我那试试,可我就不知道,贺峰能不能同意? 他还敢不同意,老子说的话就是命令,贺峰你马上收拾东西,明天下午就去陆瑶报道。 你还不好好,谢谢陆瑶给你这个机会,过来鞠躬。 老庞抓着我的脖领子,想逼我鞠躬。 我抬手把他胳膊拍到了一边。 老庞,我明确地跟你说,你女儿现在花的钱,都是我赚的,你让我去那个黑工厂当牲口,然后你赚钱,这不可能。 老庞,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打碎你的牙? 老庞气势汹汹地挽起了袖子。 老庞还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懦弱的耸包,吓唬几下就能服软,只见他高高举起拳头,想要落在我的脸上。 我二话不说,就拿出了手机,把110三个字对在了老庞的脸上。 你打我一下,我马上躺下,问我哪疼我选麦疼。 你,老庞被气得快吐血了。 我抓着他的胳膊,用力一拉,然后凑近老庞的耳边说, 路瑶的厂子之前被人举报罚款,是你干的吧? 老庞一下子傻眼了,眼里透露出了浓浓的恐惧, 他很纳闷,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废话,我重生过来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因为那通举报电话,路瑶被罚了二十万。 老庞因为举报,得到了五千块钱的奖金。 要是这件事被路瑶知道了,他势必会报复老庞。 就老庞那外强中干的样子,他会不害怕。 路瑶和素梅满脸写着纳闷。 那么我到底和老庞说了什么,会让他这么惊慌? 拎着皮包走出家门,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心情良好的走进了公司大门。 一进公司,王老板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进了办公室,王老板把一个文件丢到了我面前。 你打报告写离职吧,最近很多人都反映你, 偷奸耍滑,什么活都不干了不说, 还把公司最重要的活给我搞砸了。 我们公司不会养你这样的废物, 鉴于你带给公司的损失无法逆转, 本月工资全部扣除,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这就是资本家嘴脸。 之前公司缺人的时候, 就差跪下求我留下来了, 可现在马上摆出一副翻脸的架势, 要我滚蛋,还想克扣我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这我可忍不了。 我拎着胯包走出了王老板的办公室, 回到公卫上打开电脑, 噼里啪啦一阵敲击, 把之前修复好的bug全都解除了。 转身正要走, 我以前的小徒弟张天来, 突然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知道这小子一直以来都在给我穿小鞋, 想让我滚出公司, 今天王老板对我翻脸, 也都是这小子在后面说了什么。 他忘恩负义, 当初刚刚进公司, 吃饭前都没有, 我带他吃早餐, 一带就是半年, 可现在看看, 这些饭都吃到狗肚子去了。 本来该我当的领导, 我也让给了他, 可没想到, 这家伙是个白眼狼, 我能被赶走, 都是拜他所赐。 张天来假惺惺地靠过来, 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用不着了, 小张你就留在这里升官发财吧, 你师父我走了。 张天来哈哈一笑, 赫丰, 你能走, 一点都不冤, 你说你脑子笨, 学习能力又弱, 啥也不会, 公司不可能养你这个闲人。 不过你放心, 我这个当徒弟的, 永远记得师父你对我的好, 公司楼下缺个扫厕所的, 你求求我, 我给你想办法安排进去。 哈哈哈哈, 周围响起一片哄笑声, 我气得火不打一处来, 抬起拳头打在了张天来的脸上, 瞬间, 鼻血横流, 你个王八蛋敢打我。 你等着, 我打电话报警, 我特么讹死你。 好啊, 到时候你报警, 我看看警察抓你还是抓我。 张天来, 这么多年, 公司的钱, 你没少贪对不对? 张天来捂着鼻子, 他挂断了正要拨通的110,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血口喷人,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慢悠悠地拿出一份悠盘, 是不是诽谤, 看看悠盘就知道了, 这里面有详细的账目记录。 张天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低声说, 师父, 我们出去聊聊。 好啊, 走吧。 他带我来到了公司的消防通道, 扑通一声, 跪在了我面前。 师父, 我求你了, 我就是一时糊涂, 我还年轻, 上有老下有小, 你把证据毁了行不行。 我攥着幽盘, 故作深思状。 证据可以毁了, 你不是电脑玩得好吗? 帮我做件事, 事成之后, 证据交给你。 师父, 你不会是在诈我吧?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 对不对? 三月份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一个客户的老婆给睡了? 张天来站了起来, 一下子捂住了我的嘴。 别说了师父, 我干, 让我干什么都行。 下午, 我捧着纸箱子离开了公司。 我踩着地上的阳光, 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本想着回家, 可素梅却给我打来了电话, 要我去一趟三马路。 我和素梅现在是貌合神离, 就差撕破脸了。 这个时候, 她让我去三马路, 总感觉有一丝阴谋的意味在。 素梅说, 让我去三马路, 帮她从朋友那拿一笔钱回来。 这让我稍稍松了口气, 我觉得自己有点想多了。 至少, 在她弟弟结婚之前, 她不敢对我做什么。 我骑着车来到了三马路, 原本想着把拿来的钱, 揣进自己的裤兜, 可是一进去, 我就傻了。 我看见了马三, 他坐马路边上, 正咬着一根冰棍, 细谑地看着我。 我一瞬间, 什么都明白了, 这个马三, 就是素梅口中的朋友。 他是故意骗我过来的。 素梅这个王八蛋, 他早就和陆瑶商量好了。 找了马三这个流氓, 想把我抓进黑厂打工。 这个毒妇, 上一世我为他做了那么多, 付出了那么多, 结果他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狠狠攥紧了拳头, 直直地朝着马三走了过去, 一屁股坐在了他的身边, 也拿起一根冰棍, 开始吃了起来。 马三, 我不管雇你的人, 给了你多少钱帮我, 我都出双倍, 你帮我能拿到更多的钱, 而且没有任何法律风险。 马三把冰棍杆丢到了我的脚下, 他用手背蹭了蹭挂满奶油的嘴。 是吗? 那你告诉告诉我, 你能给我多少钱? 我伸出两根手指, 我给你三万。 马三咯咯咯一笑, 然后挠了挠自己的脖子, 你满都有两百块钱吗? 还他妈三万, 你信不信我给你打成三万? 我二话没说, 打电话给了张天来, 让他给我转五千块钱。 他没有犹豫, 秒给我打款一万。 这一万算是定金, 到事成之后给你剩下的钱, 定金钱先给你了, 等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重重拍了拍马三的肩膀, 然后胆战心惊地往前走。 我看见路边两侧的丛林里藏着人影, 只要马三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冲出来把我抓上车。 我掖着皮包, 走出了三马路, 没人追出来。 我加快了脚步, 等真确定没人追来了, 我这才常常叹口气。 太险了, 幸好我赌赢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骑着车, 飞快地赶回了家。 打开家门, 发现素梅和路遥都不在, 素梅的衣服都拿走了一大半, 看样子是和路遥出去玩了。 今夜, 怕是不会回来了, 他们是没回来。 可是老丈母娘回来了, 她领着小舅子一块回来的。 进门之后第一句话, 老丈母娘让我卖了 我妈的宅子, 把钱给她儿子办婚礼。 我都傻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这么无耻的家伙, 让我卖了我自己的宅子, 给她儿子结婚用。 这什么东西啊? 反正, 你留着钱也没有用, 不如帮帮小素。 这么多年, 我家被你拖累了这么多年, 你也该帮帮我们家了。 老丈母娘一番话说得脸不红, 心不跳。 我月月工资都给了素美, 结果变成我欠他们的了。 我抱着膀子, 靠在墙上, 妈, 你不是不知道的, 我那个房子一时半会卖不出去, 你不是攒了二十万吗? 你直接给小素结婚不就得了? 老丈母娘脸色立马变了。 你胡说八道, 我哪来的二十万? 再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老丈母娘扑上来要打我。 我反手把床底下的存折掏出来了, 扔给了小素。 你, 丈母娘鼻子都快气歪了。 她做梦可能都没想到, 我是怎么知道, 她把存折藏在床底下的。 小素拿到那存折, 兴高采烈地抱住了丈母娘, 问她密码是多少, 丈母娘不肯给, 小素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老太太终于是架不住 她那哭丧式的嚎叫, 把密码给她了。 有了这二十万, 小素的婚礼就能更快地举行了。 老丈母娘现在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要是眼睛能杀人, 我现在早死一百次了。 她不是那种吃亏的人, 在我这摔了大跟头, 这老太太势必会报复回来。 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楼下社区的电话, 让我给他们开门。 还没反应过来, 一大群人就涌进了我家, 老丈母娘声嘶力竭地说我虐待老人, 猪狗不如, 活该天打雷劈。 这群社区调解员, 不分青红皂白, 对我展开了口诛笔伐, 要我马上给老人道歉, 并拿出赔偿来。 说我虐待老人, 当初为了给老丈母娘看病, 我花了三万块, 而她的亲生儿子和女儿, 没有花一分钱。 这个家里, 一直都是我做家务, 做饭, 生怕两个老人吃不好, 穿不暖。 如果这都算虐待老人, 那我真是无话可说。 最可恨的是, 素梅还特意打来了电话, 证明了她妈说的这一切, 说我喝多了还会打她妈妈。 老丈母娘很配合地掀开衣服, 展示伤口。 那个伤口, 真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分明是老庞喝多了, 和她拌嘴, 说几眼了然后一脚踹过去的。 这泥马竟然赖我头上了。 一时间, 那无数的吐沫星子 全都在我眼前飞溅, 喷了我一脸。 那些大爷大妈, 张牙舞爪地冲上来, 都快把我给撕碎了。 我抓起桌上的花瓶, 狠狠摔在了地上, 都给我闭嘴。 我怒吼的声音, 伴随着花瓶摔碎声一起响起, 一瞬间, 全世界都好像安静了。 你们这帮人, 敢说我虐待老人? 真是瞎了心, 这些年来, 都是我在照顾这两个老人, 我付出了一切。 那好啊, 你解释一下, 你丈母娘肚子上的伤口怎么搞的。 那是她和别的老头跳舞, 被我老丈人打的, 不信你们就问问我老丈人。 老庞有些发懵地吞了一口唾沫, 她正要横着眼睛瞪我, 转念一想不对, 我还攥着她的把柄呢。 老庞赶紧点点头, 站在了我面前。 对, 孩子说得对, 这个地方是我踹的。 当初, 我老伴天天和一个老头跳舞, 我这个恨呢, 我俩就半嘴了, 然后我一激动就踹她了, 不好意思。 这下轮到社区那些调解员傻眼了, 这和之前设计的剧本不一样啊。 丈母娘看着老庞都快气背过气去了,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老灯, 我要跟你离婚, 你想跟我离婚, 我就知道你和老丁头有事, 你藏不住了吧, 你这个贱货, 我天打死你。 老庞抓着丈母娘的头发, 噼里啪啦开始左右开弓, 俩人瞬间扭打在了一起,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一个小时后, 我和老庞走进了一家喜狱中心, 老丈人喝得有些醉熏熏的, 他搂着我的肩膀说, 贺哥, 你放心, 以后谁想动你一根汗毛, 跟我说, 我一脚就踢死他。 哦, 老庞挖的一声吐了, 我有些厌恶地捏住鼻子, 扶着老庞进了喜狱中心, 老庞坐在套房的床上, 酒已经醒了一大半, 我关上房门, 换上了浴袍, 女婿, 这地方这么高大, 进来一次得不少钱吧。 我抱着腿呵呵一笑, 不多, 也就千八的, 都是小钱, 还是有钱好啊。 老庞很羡慕地躺在了床上, 是吧? 我一个起身, 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点燃一支烟, 递给了老庞。 我倒是有一个赚钱的机会, 想着您老人家, 有一件事, 素眉可能没告诉你, 但我决定告诉你。 陆瑶奈啊, 我存了几十万, 您老人家要是能帮我要回来, 我给你百分之六十。 多少? 老庞一激动, 差点从床上滚了下去。 几十万的百分之六十, 是多少啊? 女婿你别卖关子, 给我一个准确数字。 我伸出手, 笔花了一个三, 足够你下半辈子, 一直在这种地方消费了。 老庞眼睛亮了, 就像是狼看见羊的眼神, 他擦了擦嘴里流出来的哈喇子, 坐到我旁边。 女婿啊, 你知道的, 今天我可帮了你一个大忙, 你要是有着好事, 得带我一个。 没问题的, 咱们是一家人, 有钱一起赚, 明天早上, 我带你去陆瑶的公司要钱。 老庞激动得不行了, 直接管我叫了儿子, 可我清楚, 他不是真的拿我当儿子, 他只不过是想要那些钱罢了。 我们在喜狱中心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我就带着老庞去了陆瑶的公司, 静止走进陆瑶的办公室。 见我进来, 陆瑶先是一愣, 随即把翘着的二郎腿拿了下来。 谁让你进来的? 保安呢? 马上把他给我赶出去, 叔, 你怎么也来了? 陆瑶有些狐疑地看着我。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满脸写的都是, 你们两个怎么搞到一起的表情。 我搬着椅子, 坐在了陆瑶的对面, 然后敲起二郎腿。 今天我们来, 就是来管你要钱的。 这么多年, 素梅把我的工资全都给了你。 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五六十万, 今天你就把钱拿来吧。 我们的账也算是清了。 你胡说什么? 老子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赫丰, 你这个废物是不是穷疯了? 来人, 马上让他给我滚出去。 看见你就晦气。 我无奈地回过头, 看向老庞。 老庞你看, 我们的陆瑶大老板, 这是想赖账啊, 你说这是咋办? 老庞很愤怒地 抄起了桌子上的烟灰缸, 坐时要朝陆瑶脑袋上砸过去。 陆瑶也火了, 他啪地拍了桌子。 在我的印象里, 他是个事前如命的人, 现在突然跳出来两个人, 要他拿五十万出来, 他能不急吗? 虽然, 那些钱真没有一分是他的。 陆瑶事前如命, 老庞也没好哪去, 俩人凑一起, 一定会碰撞出我想要的效果。 我挪步站在了门口, 反手锁死了办公室的大门, 陆瑶情绪激动地指着老庞说, 我警告你, 敬你, 叫你一声书, 你要是给脸不要脸, 别怪我找人收拾你。 哟, 你怎么这么和老人讲话呀? 老庞你还不知道吧? 你闺女去医院查出了妇科病, 就是这家伙传染的。 你看, 他现在有一点尊重你的意思吗? 陆瑶你个王八蛋, 原来素眉的妇科病, 是你传染的。 我今天就办了你, 为民除害。 说着, 一烟灰缸就拍了过去, 陆瑶压根没认为老庞会拍过来, 这一烟灰缸结结实实落在了他脑门上, 血瞬间就流了下来。 陆瑶一看见了血, 也急了, 抓着老庞脑袋上的一撮毛, 用力一拽, 直接把那几根毛给薅掉了。 俩人瞬间撕打在了一起, 那群姗姗来迟的保安, 也在此刻冲到了办公室门口。 当我把门锁死了, 他们一时半会进不来。 陆瑶很快处于下风, 被老庞摁在地上, 老庞张开血盆大口, 死死咬住了他的头皮, 杀猪般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我捂着耳朵, 反手打开了门, 然后冲到窗户, 顺着二楼跳了下去。 这时, 保安拎着胶皮棍鱼罐而入, 对着老庞那快要泻顶的脑袋, 狠狠抽打了起来。 老庞被保安围殴, 打成了猪头, 疼得有点受不了, 他憋着一口气, 想学我从二楼跳下来。 结果, 一辆三轮车正好开到了楼下。 老庞很不幸, 被三轮车撞翻了出去, 腿直接摔断了。 我站在街对面的冷饮店, 看着警察带走了陆瑶一行人, 又看着一百二十把断腿的老庞, 抬到了车上。 出了这么大事, 陆瑶一时半会是别想从拘留所里出来了。 在冷饮店, 我给张天来打了电话, 要他找人给我查一下陆瑶公司的账目。 张天来有些扭捏地说, 师父, 那可是犯法的呀, 我不能查呀。 我没说话, 就这么沉默了几秒钟, 张天来沉不住气了。 行, 我看你不是我师父, 你应该是我祖宗, 等我消息吧。 当天夜里, 我收到了张天来发的信息, 他告诉我陆瑶的公司有着严重的偷税漏税, 数额巨大。 我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好啊陆瑶, 上一世你和素梅害我车祸而死。 这一世终于让我抓住把柄了, 敢偷税漏税。 我想了想, 对手机那头说, 这样, 你把这些账目和证据, 全都交到税务局, 剩下的事情, 就和你没关系了。 行, 还有别的事情吗? 有, 过两天是我小舅子的婚礼, 你得来一趟, 帮我办件事。 行, 谁让你是我师父呢? 张天来是咬着牙说出来这句话的, 我猜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挂断电话, 我快步离开了冷饮店, 然后往家走。 打开家门, 我看见素梅和帅母娘, 她们都在家, 正在捣持屋子里值钱的用品, 见我进屋, 素梅恶狠狠地扫了我一眼, 然后扔过来一张写满黑字的白纸, 上面写着离婚协议书五个大字, 赫丰, 我真是跟你过够了, 我和我妈商量过了, 你这种男人,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你不能阻止我奔赴更好的生活。 我们离婚吧, 房子车子归我, 你净身出户就这么定了, 素梅出轨, 还想搞车祸害死我, 现在她竟然让我净身出户。 这一家子人有一个算一个, 都太无耻了。 我上一世真是脑袋塞了鸡毛, 才能和素梅这样的人结婚。 我一把将协议书撕了, 然后扔在了素梅的脸上。 离婚可以, 不过不是你跟我提, 是老子跟你提, 你想让我净身出户, 那绝不可能。 你等着吧, 这个官司我跟你打定了。 老丈母娘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 她挽起袖子, 指着我说, 你这个窝囊费, 还挺硬气的, 还官司跟我们打定了, 我呸, 你算个什么东西, 让你净身出户, 是给你脸了, 没管你要赔偿, 就算我们仁慈了。 你还赔脸是吧? 你信不信我让陆瑶过来, 撕烂你的脸皮, 打断你的腿。 我捂着肚子, 笑弯了腰。 还陆瑶呢? 陆瑶下辈子, 说不定都得在巴黎子里面过了。 你他妈的少放屁, 就是你死了, 陆瑶也不会有事的。 陆瑶张牙舞爪地站了起来, 凶神恶煞的样子, 活脱脱一个女魔头。 我不紧不慢地拿出手机, 找到了陆瑶被警察带走时的照片, 给陆瑶看了一眼。 他第一反应, 竟然是说, 我这个照片是屁的。 这个女人又坏又蠢, 我闲得没事屁这玩意干什么。 我一把抢回手机, 陆瑶完了, 偷税漏税几百万, 没个七八年出不来了。 素梅正正地看着我, 然后抹了一把眼泪。 他蹲在地上, 哭天抹泪地毫了起来。 像当初, 我被公司开除, 身无分文的时候, 他没为我流过一滴眼泪。 那个时候, 我还以为素梅不会哭。 现在来看, 他不是不会哭, 他只不过是不爱我罢了。 那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 贺风, 你就当我是得了失心疯, 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我冷笑一声, 看着素梅那拙劣的表演。 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 想用缓兵之计, 继继续压榨我裤兜里的钱, 然后去帮陆瑶还钱。 你既然想演, 那我就陪你演下去吧。 我扶着素梅站了起来。 先不说离婚的事情了, 把小素的婚礼办完, 才是重中之重。 你说是吧? 对, 算一下日子, 还有两天时间, 小素的婚礼就要到了。 我叼着一支烟, 来到了阳台, 然后给马三发了条短信, 之前让他做的事情, 现在可以开始做了。 小素结婚那天, 阳光明媚, 上午十点, 我跟着大巴车, 一大早便来到了酒店。 酒店内外, 宾棚满座, 人山人海。 这是老庞家的盛会, 所有亲戚全都来了, 无一人缺席, 除了老庞本人, 他骨折了, 还在医院住院。 别人问老庞是怎么住院的, 素眉都是闭口不谈, 因为住院的理由太丢人了。 他不好意思说, 那我就帮他说, 没一会, 大家就都明白, 为什么老庞会住院了。 我让素眉娘俩抬不起头来, 所以他们对我的报复就是, 把我安排到了最差的一个位置, 和那些一年见不上一次面敌亲戚坐在一起。 素眉的舅舅庞大山也坐在这张桌上, 他飙着一支烟, 把烟吐了我一脸, 然后敲起二郎腿, 问我有没有找到新工作。 我有些闷闷地看着庞大山, 我一直都有工作呀, 你就别跟我扯了, 谁不知道你一直靠着素眉养活, 你还有工作。 你能有什么工作, 别以为自己是个大学生, 就眼高于顶, 这也不干, 那也不干的。 你什么都不是的, 你看看我, 在工地掐钢筋, 一个月几万块钱, 几万块呀, 你见过吗? 我快被气疯了, 这个素眉一夹子, 真是颠倒黑白, 信口雌黄, 明明是我一直花钱养不上班的素眉, 结果他们一颠倒, 变成他养我了。 我怒火中烧地端起桌子上的酒杯, 恶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等着吧, 一会我就让你们所有人都后悔。 我不想搭理庞大山, 可这家伙却不依不饶地靠了过来。 我跟你说话呢, 小崽子能耐不大, 架子还不小, 我跟你说话, 你就看着我眼睛, 要不然别怪我抽你。 我忍不住了, 一把抓住了庞大山的胳膊, 你一个月赚那么多, 什么时候还我家的钱, 欠了我家两三万, 快四五年没还了, 你在这装什么呢? 你跟我装什么, 我问你。 正好, 我们现在遇到了, 你就把钱还了吧。 庞大山面上有点挂不住, 抬起手准备给我一巴掌, 我瞅了他一眼, 你要是打我, 我可就躺下了, 我小舅子大喜的日子, 你在这闹, 会有什么后果, 自己清楚吧。 庞大山的胳膊僵在了半空, 似乎是想到了小宿那旅行霸道的样子, 有点害怕, 他有些尴尬地把手又放了下去, 婚礼继续进行, 我看了一眼时间, 马上到中午了, 马三那边也给我发来了短信, 说正在路上, 大概二十分钟就能到这里。 我伸了个懒腰, 吃饱喝足后, 带着张天来走到了幻灯片播放机面前, 将兜里装好的U盘递给了他, 一会你就把U盘里面的视频播放出来, 播完你就可以走了。 张天来压了压帽子, 坐在一侧的椅子上, 开始等了起来。 二十分钟以后, 马三带人走进了婚礼会场, 和我热情打了招呼, 我回头扫了一圈, 素梅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忙活。 除了他, 没人认识马三。 我给马三安排了座位, 让他坐着等着。 十二点的时候, 正细开始。 十二点整, 全场灯光关闭, 回顾小素和女友认识的过程, 这是婚礼特有的情节, 所有宾客的目光, 都落在屏幕上, 或期待, 或心不在焉地看着。 我给张天来打了个手势, 让他可以开始播放U盘里面的内容了。 随着张天来手指, 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顿敲击, 我们面前的屏幕陷入了一片漆黑, 人们陷入了骚动, 紧接着屏幕再次亮起, 不过, 不再是小素和女友的甜蜜纪念, 画面变成了一个宾馆的房间, 素梅的身影先出现在了房间里, 她身穿白色睡袍, 像是刚洗完澡, 有些慵懒地躺在了床上。 这还没完, 陆瑶随后出现, 也爬上了床, 两个人很自然地抱在一起, 开始拥吻。 这个时候, 人群彻底陷入了沸腾, 我就听见素梅的声音从二楼传了上来, 赫丰你这个王八蛋, 你特么搞我是吧, 她还是聪明的, 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我的手笔。 老丈母娘疯了一样, 从人群里冲了出来, 关掉, 快把这个关了。 我让张天来在里面植入了木马程序, 谁都关不掉那台正在播放的电脑, 除非是把它给砸了。 老丈母娘把小素给拽了过来, 然后恶狠狠地指了一下我。 小素挽着袖子, 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打算跟我干架。 等他过来, 马三一挥手, 身后的小兄弟全都站了起来, 把小素直接摁在了桌子上。 老庞家这些人, 都是欺软怕硬的废物, 他们见马三这群凶神恶煞的人忽然出现, 一个个吓得全都不说话了。 我从胯包里掏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一把拍在了桌子上, 顺势拿起司仪的麦克风, 对着素梅吼道, 明天八点, 我在民政局等你, 从此以后, 你走到你的独木桥, 我过我的日子, 我们离婚。 我看着素梅那双眼睛, 她此时此刻恨不得把我给生吞活泼了。 就这样, 我让素梅, 还有整个庞家都颜面扫地, 小素的婚礼也彻底毁了, 不过就凭我对他们一家人的了解, 这是肯定没完, 他们势必会报复我的。 他们没完, 哼老子也没完, 不让素梅和老丈母娘彻底后悔, 我绝不罢休。 我坐着马三的车, 离开了婚礼现场, 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 塞到了马三的手里, 这是我答应给她的报酬。 她放在手里掂量了两下, 然后眯缝着眼睛看向了我, 不对啊, 这钱有点多呀, 我马三这个人, 绝不会多拿一分钱, 你得和我说明白了, 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 这个小流氓, 还有这样的契约精神, 我仅仅靠在车座上, 我多给你拿了五千块钱, 是想让你再帮我一个小忙。 说来听听, 什么小忙? 我压低声音, 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三。 他重重拍了拍大腿, 这个忙我帮你了, 你说, 什么时候要我过去帮忙? 不急, 等我电话就好。 我拖着很沉重的行李箱, 连夜离开了这个让我恶心的家, 我和素梅曾经结婚的地方。 我走过来时的路, 想到之前我们结婚时, 说得海是山盟, 海哭时烂, 在这一刻, 全都灰飞烟灭, 变成了笑话。 这一切还真是讽刺啊。 我搬进了自己以前的房子, 打算过段日子, 就带着积蓄回老家, 然后开个小店, 结束这长达几年时间的噩梦。 坐在窗口, 我啪哒点燃一支烟, 看向窗外, 我看见一群人正杀气腾腾地往我家方向走。 我一下子想起来, 这个地方以前带着素梅来过, 我今天让她在婚礼现场出了大丑, 以她的性格, 势必会封了一样报复回来。 我赶紧关掉了屋子里的灯, 掏出手机, 准备拨通报警电话。 但让我有些意外的是, 那群人朝着我旁边那栋楼走去了, 看起来, 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住在这。 这让我松口气, 然后把手机丢到了一边。 手机紧接着响了起来, 拿起一看, 是素梅打来的电话。 一连打了十五个, 我都没接。 我知道, 素梅这是彻底失去理智了。 门外响起了咚咚的杂门声。 我听见了小素的声音, 从门外传了进来。 贺风, 一个苟日地把门打开, 你敢搅和了老子的婚礼,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我不开门。 结果门外传来了电钻的声音。 这个疯子, 看起来是要把我的门锁钻坏, 然后推门进来。 我可以现在就打报警电话, 来个人赃巨货。 可那样出不了恶气, 抓起来最多拘留几天还能放出来, 到时候小素还会来烦我。 所以, 报警要留到最后。 我马上给马三打去了电话。 中午给他的五千块钱, 该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 不等小素钻门, 我直接把门给打开了。 外面的人, 有小素和老丈母娘, 还有几个我不怎么熟的亲戚, 一行人气势汹汹地围住了我家门口。 老丈母娘恨不得把我给撕碎了, 用最难听的骂人话, 在门口对我进行破口大骂。 我毫不示弱, 跟他展开了对骂。 小素, 你今天给我打, 不管打成什么样, 你妈我都认了, 赫丰你这个王八蛋, 毁了我女儿, 就想拍拍屁股走, 你真以为我们老庞家这么好欺负。 小素挽起袖子冲了进来, 正要揪我的脖领子, 我一巴掌将他的手拍飞了出去。 小素, 我要是你, 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胡闹。 你要是打了我, 到时候警察抓你, 你蹲巴厘子, 你的那些财产就都给素没了。 你妈巴不得让你把钱都留给你姐呢, 你今天动手, 就是中你妈的计了。 小素是个傻子, 脑袋不够赚。 我三言两语, 就让他的脑袋撕击了。 小素有点木讷地看着他妈, 你, 你这个老东西告诉我, 贺峰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你是不是傻呀? 我是你妈, 你关键时刻不听我的, 听一个外人的。 我冷笑一声, 靠在了小素旁边的墙上, 你是他妈? 小素结婚, 买车, 房子首付, 都是我出的, 你出什么钱了? 床底下的存折, 也是老庞藏在那里的, 你这个当妈的, 孩子结婚一分钱不花, 也好意思说这种话。 小素,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素梅现在正在收拾东西, 到时候把钱卷走, 就去外地生活了, 而你什么都没有。 小素很恼火地看着他妈。 妈, 贺峰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我就说, 素梅怎么没跟着一块来呢? 她是不是去取钱了? 你是不是把钱都给她了? 小素抓住了丈母娘的肩膀,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看我结婚了, 没有用了, 想让我到媳妇内去住, 从今往后你和素梅搬到外地, 把我扔在这里。 你不能这样做妈, 你得给我留点钱啊,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你在胡说什么? 贺峰你这个王八蛋, 你是故意想看我家倒霉, 别信她的, 她最坏了。 我不紧不慢地看着丈母娘一家子说, 我有没有撒谎, 小素你查一下你妈的银行账户 还有存折不就知道了, 还用得着我说吗? 我这话说完, 老丈母娘一下子就闭嘴了, 我家顿时陷入了一种很诡异的沉静中, 几分钟以后, 我听见一阵急促的上楼声, 是马三的人来了, 一群流氓混混, 把老旁家的人全给堵到了我家门口, 我轻轻拍了拍小素的肩膀, 这样, 你现在马上去找素梅, 验证一下我的话, 我让他们拦着你妈一家子, 我现在就开车带你过去, 有马三一伙人的帮忙, 我很轻松地就带着小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开着车带他来到了素梅工作的公司, 素梅平时喜欢把东西都放在公司, 所以我肯定他会回公司一趟取东西, 我就带着小素在这里等着, 肯定能把素梅堵在这里, 我靠在车窗附近,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目光落在了公司的门口, 透过公司的大玻璃门, 我好像看见了素梅的身影, 我拍了拍小素的胳膊, 我好像看到你姐了, 进去跟她好好谈, 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姐, 别因为钱的事情, 搞得鸡飞狗跳, 你说对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姐也不会变成这么败接爱钱, 这全都赖你, 少跟我废话, 有气冲你姐仨去, 进去吧。 我和小素一前一后走进了素梅公司, 看见我带着小素走进公司, 素梅先是一愣, 随即她反应过来, 我要干什么了? 素梅攥挤起了拳头, 贺峰, 你特么婚礼整完, 我还没够是吧? 现在又带着小素来闹我, 你什么意思? 你信不信把我逼急了? 我跟你同归于尽, 我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跟我没关系, 是你弟弟有事要跟你谈谈。 我斜了一眼素梅的包, 里面塞得满满的, 看样子她真的是打算收拾东西, 然后去外地了。 婚礼出了那么大的丑闻, 她怕是没脸再生活在这座城市了。 素梅快步走回了座位, 然后打开了面前的抽屉, 抽屉里只有一张卡。 素梅妥协一般地把那张卡递给了小素。 小素却不领这个情, 一巴掌将卡丢了出去。 我不要这点逼钱, 我要包里的那些钱。 说完, 小素就伸出手去抢她姐的包。 素梅当然不肯给, 姐弟俩撕打了一起。 小素一把扯住素梅的头发,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响起。 素梅抬起膝盖, 狠狠撞在小素的要害。 俩人顿时滚在了地上。 场面一片混乱, 颇有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 我不幸被绷身上写, 三步并坐两步跑出了公司, 反手把门给锁死了, 紧接着拨通了报警电话。 没一会的功夫, 警察就来了, 把素梅姐弟俩给带走了。 素梅一脑袋的血, 头发也被扯下来了大半柳, 看起来很狼狈。 至于小素, 她是被抬走的, 上救护车的时候, 据说已经吐了白目。 看着被抬上车的小素, 我感觉心里那团恶气, 全都泄了出来。 此刻, 我忽然有一些畅然若失的感觉。 我走在茫茫人海中, 为自己的将来开始规划。 我回了一趟老家, 用手里仅存的钱, 开了一家小的面包店。 我想, 我会再结婚。 然后, 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